在一个无线资讯的时代 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 几乎是人人一击 但到了偏乡 智慧手机就可能不那么智慧了 为了能让偏乡的民众享有无线的便利服务 行政院研考会 由东河乡都兰村开始 将实验建构无线一化服务 我们非常高兴 在立法院廖委员的指导之下 我们今天在都兰 变成全国布典最密的部落 今天我们是设点而已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区 一个区的概念 现在这个点 比如说设在都兰国小 我们可能在都兰国小长得多 在20公司之内的可以用到它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都兰国小能够辐射到整个部落 三四百公尺以外 都可以用到这个无线上网的服务 怎么样把这些先进的这些通讯啊 资讯的这样的科技 运用在我们民众的生活上面 运用在政府部门的处理 这个所有的公务这个上面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怎么样运用这个网路的科技 这些资讯的这些技术 来提高我们的行政效果 跟变民的措施 在无线网路建置完成后 顺势将在地的人文 风景特色行销和推广 就由无线网路的运用 达到生活数位化的环境 降低城乡数位的落差 可以让偏乡部落的村民 也能体验到便利的生活 行动电子化的服务 透过WiFi的服务 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 在偏乡地区也能变得有智慧 东台新闻陈静雄 东河相报导